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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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好 各位法師各位句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來看課本 阿彌陀佛 從前面講到以無所得故 心經最前面是 觀自在菩薩行生波羅波羅密 照見五雲皆空度一切苦惡 這個可以說是總說 這個可以說是解說 前面就是在解釋 怎麼觀照 就是從觀自在 行生波羅波羅密多時 照見五雲皆空 照見五雲皆空 可以在前面也可以在後面 就是說 他行生波羅 他是怎麼樣行生波羅 怎麼樣起觀照 觀照波羅得十相波羅 得自在的 因觀得自在 後面就是怎麼樣觀照 意思就是說 前面是說 他依觀照波羅得十相波羅 這個觀照到底是怎麼觀的 這是第一個 那麼這個是總說 就是以無所得故 那麼這個無所得 我們說過 他就是無自信 他重點就是無自信 一切法無自信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一切法無自信 那麼就是 我們說過他前面所謂的 一切法裡面 他就是舉無印 那麼十二處 就是六處裡面 內六處、外六處 射擊之光、空擊之光 受搶行事 這個是五雲 眼耳、鼻耳、射身相位處 這個是六處 內六處、外六處 加起來是十二處 那麼眼界 意識界 這個是十八界 那麼無明乃至無明界 這個是十二元起 那苦極滅道 這個是四地 然後後面 就是智跟德 能正的智慧 跟所正的 所正的這個聖果 那麼從這裡來講 大概就 我們稍微總括一下這個心經 就是我們除了細細的分 知道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是在講些什麼 那為什麼要這麼講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 這一些一一法 都無自信 一一說都無自信 那麼這樣說 我們可能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 我就引用大制度論裡面 因為 這個上次跟大家說 那麼我這裡再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心經 這個是心經前面 無所得之前的內容 那無所得之後 就是告訴你 就是因為 以無所得故 因為前面只是簡單講一下 因觀得自在 那麼能夠度一切苦惡 就是 他就是自在度一切苦惡 那麼 後面 以無所得故 其實就回歸到最前面講 就是 因為他對於這一切法都不直取 那麼 因為這樣 所以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多 就菩薩 前面是觀之在菩薩 其實就是菩薩 因觀得自在 那麼 我們說 一般是這樣的 我們如果對照 還沒 這個我沒有引用 到時候我再跟你們說 就是引用經文的 那麼 後面 後面就是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多 依波羅波羅蜜多故 就是形身 就是依這個波羅 其實就是 因為 依文字波羅 起觀詐波羅 得死相波羅 其實他還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依這個波羅經裡面 所講的這個內容 依波羅波羅蜜多故 得阿尼多諾三馬三不得 類似像這樣 那麼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無有恐怖 就講這一些 那麼這個其實都在 所謂的自在的內容裡面 度一切苦惡的這些 好 那麼 昨天跟大家說的主要是 就是 跟大家了解 心經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心經是 如果我們看 那個對照的經文給大家看 大家都知道 心經基本上是出自 摩霍波羅波羅蜜經的 他有當時的背景 他所有的經文其實都是出自 摩霍波羅蜜經 除了那個咒語之外 後面那個接地接地 波羅接地 不是之外 其他的 基本上都可以說出自 摩霍波羅蜜經 摩霍波羅蜜經 這個我們又叫做 這個我們又叫做 大平波羅蜜經 好 那麼解釋 摩霍波羅蜜經 最主要的 其實就是大哲哲論 所以昨天跟大家解釋的 等一下有一個要特別說明 就是說 從五印 第一個先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解釋無自信 那麼重點就是因為有所謂的 尤其是波羅蜜經 特別是在強調 法無我的問題 人空法空這個概念 那這當時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他會特別強調 你正我空就正法空 你不了解法空 你就不能正我空 不能正我空 你就不能正無我 不能正無我 你就不能得知在 就是你的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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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真正的 真正佛所說的無我 其實是 是要這樣跟大家說的 大家要知道 我說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講 好 那 第一個當然就是講 所謂五百年後 就是昨天 大家回想要昨天講的 就是五百年後 那麼 分著兩步 那麼 強調我空跟法空的 然後再來就跟他講 這五運 五運 升空法空 然後就跟他講十二處 那這個十二處 我們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昨天回去稍微想一下 這個十二處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 再把昨天的經文講一下 發現有一個地方斷鋸 他就 我們重新講一下 就是 智論卷三十一 我發現 昨天講到這裡的時候 感覺上 好像 好像有一點點卡卡的 有一點點好像 是不是哪個地方 有講 講不對了 然後看 他說 信空有兩種 這個地方我們再重新解釋一下 那我是跟大家講 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為什麼要跟大家 就是從前面到後面 為什麼這個次第這樣跟大家說明 其實這樣大家了解 了解說 那麼 他整個心經的前後 那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那這麼說不是我說的 是波勒經 波勒經這麼說的意思 也不是我說的 是波勒經裡面最主要的 解釋的 就是我們講大聖的權威 就是龍術菩薩這樣說的 那麼 但是我們從經文裡面也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 他說 信空有兩種 這個是我們昨天說的 現在要 要再特別來說明一下 斷句上有一些 就是你沒有斷對 然後就 感覺上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說 一者 於十二路中無我 這個如果我們對照 就要跟那個五運的對照 你也可以知道 他就是講 升空法空 就是前面講 五百歲分為兩分 有性法空 有性 但性 眾生空 那麼 那麼這個是講十二處的 就講到這裡 那後面會再跟大家引用 元祺跟四地的 就是我們從大聖裡面 就引用這四個地方 來告訴大家 心經 其實 它的重點在 無自信 在法空 好 那麼 它說 於十二路 於十二路 我我所 這個我們昨天有講 但是 於十二路中 無我無我所 不過我發現 這個就是 我們斷句沒有斷對 十二路中 無我無我所 這是一個 那麼 二者 十二路相 至空 那麼波羅經裡面常常 有所謂的 至向空 至性空 有這樣的概念 那麼 我現在還要說一個觀念 就是說 在經文裡面 有時候相等於性 有時候相不等於性 那麼這個 在其他的經文裡面 也有就是說 同樣一個名詞 但是它不同的概念 那麼最簡單的 比如說心意識 心意識 有時候心意識的概念 是一樣的 有時候心意識的概念 不一樣 其實是這樣 那麼 有時候講心 講意 講識 它是同樣的東西 有時候是不一樣 相跟性 有時候也這樣 現在我們先把這個講清楚 然後稍微提一下 所以有時候會混掉就這樣 一個是 於十二路 無我無我所 二者十二路相至空 那麼 那麼 無我無我所是聲文論中說 無我 無我所 是聲文論中說 我們昨天有一點把這個跟這個連起來了 其實這個應該要分開的 它應該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經文寫下去 無我無我言法說 所以這個就 無我無我言法說 我們把這個澄清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把這個澄清一下就可以了 那後面就講原起 不簡單 是聲文論中說 十二路 我我所無故空 十二路信無故空 十二路信無故空 那麼這個應該要是這樣 他這個是在講 講這個的 因為他就只有兩種 跟前面的五運是一樣的 五運如果大家有抄的話就知道 前面的五運其實也是講 有信法公有信誕眾生公 所以這個應該是接到這裡來的 就是於十二路無我所 這個無我無我所 是聲文 論中說 那麼這個是謀言論中說 就是說十二路 我我所無故空 十二路信無故空 所以這個信跟這個像 其實是一樣的 他有時候講信有時候講像 應該要是這樣 因為看經文有時候會 又把它連在一起 覺得好像又是這樣又不是這樣 那麼 我們仔細看一下應該就是 這裡 是在講這個 就說這兩個而已 兩個 信空 其實他就是 重點在無所得就是無自信 無自信就是無我 所以我們說他是在抉擇無我的甚深意 那麼人無我這個是 但是 部派也是這樣講 但是他講一切法有自信 他的一個觀念就是三事實有 法體很純 法體很純 法體就是法性 那有時候講法像 就是 一個法 他從不同的角度看 很純 就長存 一直都是存在的 這個是部派的概念 這個地方我們稍微 稍微釐清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他說 這個是在講這個的 這個就是總說 某言不但講我空也講法空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我空 就是深文論講的 那所以這裡的像是等於信沒有錯 就是 十二路像跟 因為他這裡講十二路像 這裡又講十二路信 那其實有時候像就是信 他翻譯的問題 那我們來講 稍微講一下這個信意識好了 就稍微講一下就可以了 信的話 他有時候是一樣的 你看大皮膚勺裡面也有探討這個問題 他有時候講心就是講義 講義就是講事 有時候不一樣 那麼 龍樹在大字論裡面也有解釋這個東西 因為他解釋的太多了 那所以大字論叫做 佛教的百科全書 就出其大聖裡面很多觀念 他都來講 那麼這個在部派也有討論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比如說我們講 用為事的來講 那麼 這個事 可能是阿拉也事 或是說 這個一般講 六事 七事 八事 那麼七事是義 這個是八事 這個是前六事 一般是這麼 為事是這麼說的 那字論裡面 他是說 這個心是 一般來講 刹那刹那 刹那生刹那滅的叫做心 刹那生刹那滅的叫做心 心就是刹那生滅 最小單位 刹那刹那 刹那生滅的 是心 那麼相序 就是刹那 前刹那跟後刹那相序的 那個叫做意 相序生的 所以叫做 以意 一心以意 以意 就是 前心跟後心相序 那個叫做意 那麼 由意生事 就是 你要認識這個物質 必須 你如果刹那生刹那面 那你前面 你前面所知道的後面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必須 他必須相序 然後認識這個東西知道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由意生事 探討這個的很多 這有很多論文 我們只是大概講一下 因為這部分也是蠻複雜的東西 佛法的心理學 由意生事 那事就是了別 那這了別就是透過我們的感官去了別 比如說我要看到這個是桌子 我如果刹那生刹那面 那 第一秒 刹那知道這個桌子 刹那後來就不見了 所以他必須要相序 那由這個相序的心 這個其實就是相序的心 那麼去了別 那麼 這個 這個東西 因爲而彼此身 义乃至义 對色身相會觸法 因爲彼此身對色身相就是感官去了解 大概這樣 是因為講到這個我們就順便講到它 一個名詞它有時候有些一樣有些不一樣 像跟性 好 好 那這個解釋完了 金隊我們昨天講的啦 就相跟性 那麼這裡的相跟性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前面舌路相 一開始我也是 我的觀念上就是它是一樣的 後來看到清文好像又被清文誤導了 這有一些有時候我寫字也是這樣 感覺字是這樣寫的 後來越寫越感覺到好像不對 就有這種東西 好 那麼 現在講完 我說我們 我現在跟大家解釋 我說我為什麼要這麼講 基本上就是 他一切法無自信就強調在這個無自信 那你說無我就是無自信啊 不一定 這個部派不是這麼想的 諸法 那麼諸法的內涵很多不只是這一些 如果你看波羅經裡面就很多啦 包括 他的內 我們引用的還沒那麼多 就是經文裡面還沒那麼多 就非常的多 包括所謂的 佛德斯巴伯共法 然後是無所謂 然後 然後前面的 這個六度波羅蜜 反正非常的多 所以你知道的概念 你知道的所有概念 他都告訴你這些是無自信的 那麼基本上這個是 一般來講是 聲文的一個重點 所以他就引用這個 好 那這個是我們講過了 這個講過了 現在 這個我們就省略不用講 那這個是習近平 這個都是我 這個都是主 我運促見 我的分析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從反到勝 從有為到無為 從有落到無落 的這個東西 所以流轉的緣起 流轉的 還滅的 苦疾滅到 從有為到無為 從有落到無落 從有我到無我 這個是能正的智慧跟所得的境界 勝果 那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麼現在講 緣起 就是大智慧裡面怎麼來解釋 無無名亦無名進 乃至無勞死亦無勞死進 那麼 這樣的東西怎麼會有所謂的 我空跟法空呢 如果你說這個 五印 十二處十八件 他本身就是我的分類 你看喔 就是我們稍微要理解 他本身就是我的分類 我可以分做運處界嘛 對不對 五印 六處 跟什麼 十八件 我們也可以簡稱六件 那麼如果大家有上那個 佛法概論 他導師就把 一般來講 我的分類 眾生我的分類 就分成 偏於生理的 偏於心理的 跟偏於什麼 物理的 他就是運處界 那麼這個是 對於我 這個個體 他的一個分析 這樣你可以說 我空跟法空 那元起世帝 你怎麼樣說我空跟法空呢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引用 他基本上就是 那你說 這個 你說我空法空 因為他是這樣嘛 這個 舉個例來講 這個五印 六處也是這樣嘛 他基本上就是分作 身跟心兩個階段 那麼身 身的話 就是色 色 心的話 就是受想行事 那麼佛派 他基本上是 五印合合 這五個東西合合起來 那麼形前的一個概念 叫做我 這個身體這個我 能動能說 見聞覺知的這個我 那麼 這個是沒有的 因為他是由這些組合合成的嘛 他是由這些組合成的 所以 這個我 這個叫做 人我 他是沒有的 這是 他 他是沒有的 這個可以說得過去嗎 那麼 但是這個色受想行事合合的這個我這個一一的法是油的 是石油的 他也不是說這個身體色是石油的不是 而是這個物質這個色法地水火風嘛 色法又分成地水火風嘛 是不是 地水火風 有時候又叫一個空 地水火風 我們講詳細一點 有些人這些概念是沒有的 那麼地就是骨頭啦 肉啦 這一些 水就是我們的血液啦 痰啦 涕啦 唾啦 這一些 火就是 每一個人他都有溫度 沒有溫度他就死掉啦 你摸一摸他沒有溫度就死掉啦 風就是氣息 你沒有呼吸他也死掉啦 就是有這一些 那麼這個一一法 比如說這個色法 我們舉一次舉例 這個色法是由地 那麼地 地就也很多 骨頭肉 血毛髮 這些全部都是物質性的地 好那就算肉好了 蟲肉好了 皮好了啦 從他是從毛皮肉骨血這樣去看 所以叫做31身份32身份嘛 那麼就算說好肉好了 他也不是說這個肉是石油的 而是這些肉都是由石油的物質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極尾啦 極尾 組合合成的 一一的極尾 一一的極尾組成什麼 組成一個你看得到的一個肉 比如說這根紙頭 你給他抹抹抹抹抹抹抹到沒有辦法再抹啦 甚至你看不見啦 但是他是由那些 我們叫做 早期叫做原子電子 其实就是基本物质 基本元素组合而成的 这些是不能没有的 那么一一法都是这样 甚至时间的刹那刹那 它也是石油的 所以就变成这些一一法 它是石油那个物质的 石油那些物质 这个叫做法 石油就叫做有什么 有自信 其实是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合合而有的叫做我 这个叫做我们的身 那其实讲身的时候是包括身跟心 讲身的时候是包括身跟心 那所以用这个概念 我们有讲五分法身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身 是由石油想形式合合而有的 那五分法身是哪五个 五分法身是哪五个 五分法身 这个舍利佛 舍利佛露灭了 那么这个 他的弟弟 君头比丘 拿这个舍利佛涅槃的这个骨头 这是舍利 然后来给阿难 阿难听到了非常的伤心 那佛头问他 舍利佛露灭了 但是他的五分法身有跟着露灭吗 五分法身是戒 定 慧 解脱 解脱之间 其实是这样 那么一样 他的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 由五个合合而成 他的这样的一个功德 但也不是说这个是石油的 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正圣果 是由戒定慧 得解脱 由解脱得解脱之间 其实是这样 那么这些观念我们稍微先知道一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明显可以把这两个 这可以分三个 就是心经里面讲到五什么五什么 这个是我的分类 这十八件 这里是一个 运触界 你可以把我分成 偏于心理的 偏于生理的 偏于物理的 这个是偏于什么 这个是偏于什么的分析 心理的 看大家 是知道不要讲 还是不知道讲不出来 我们讲一下好了 这好像我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 我们一般来讲 众生 众生就是我 人 人啊 从人来讲 因为是为人说的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他主要 每一个人 就是我 我人众生 都可以 他基本上 所谓的我 他基本上有三种分析 五蕴 我记得我讲过了 不知道第几集有讲过 讲到五我 这个我的时候有讲过 没关系 我们再讲一次 五蕴 六处 六戒 那我们说六戒 其实是从十八戒 简略 再来说的 那一般 一般都是讲 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但是 便于我们 便于我们理解 他 有时候从十八戒里面 抽出六戒来 那么用六戒来解释 那么五蕴是 色受想形式 色 应该是这样 讲两个就好 五蕴是色受想形式 不然不够话 色 受想形式 就算听过也没关系 讲过也没关系 我们就 有时候从不听从不讲 明显 有些人不熟 不熟就要常常说 那么六处 内六处外六处 内六处外六处 只要是内六处 因为外六处是境界 眼睛看到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跟我是没关系的 是我眼睛所看到的 所以它重点是内六处 内六处是什么 颜耳瓶舌身意 那它是分这样的 颜耳鼻舌身意 那你等一下就会发现到 它分析的不一样 那六处是哪六个 六处呢 六处是哪里 什么 六处是什么 地水火风空事 地水火风空事 地水火风 这个一般是四大 当然它加一个空 然后四 因为这四大之间有空隙 那通常是这么说的 那你会发现 这个同样是一个人 他把它分作运处间 它是从不同的分析 那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是物质的 物质性的 物质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把它叫设法 物质性的 这个是什么 精神性的东西 其实就是物质跟精神 这两部分 那我们一般叫做设跟心 那么物质性的跟精神性的 这个是颜耳鼻舌身意 是物质性的 这个是精神性的 地水火风空是物质性的 这个是精神性的 那你会发现到 它物质性的就是用一个色盖波 那么心的话 讲四个 讲很多 那么重点这里就是受想形式 重点是心理的作用 心理的感受 心理的想法 心理的意愿 心理的心的了别 这些一些 所以它是五蕴很明显是偏 偏重瑜 它同样解释色跟心 但是色就用一个法盖波 你看这里也是物质 但是这里的物质 从身体来讲 它是从颜耳鼻舌身 五个 心就讲一个而已 所以它就叫做偏重 佛法概论大家有读到 它就会讲 它有讲到这个东西 偏重于什么 心理的分析 这个就是偏重心理的分析 在心理这一部分 着重于比较多 比较细啊 那这里跟这里又不一样 它一样是色法跟心法 但是它这个色法 基本上就是一个色 这里的色法分颜耳鼻舌身 那为什么色法要分颜耳鼻舌身 你看这个也是色法 但是它分地水火风空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颜耳鼻舌身都是什么器官 都是什么作用 感官 感知外界的器官 你能够认识这个东西 听到这个声音 闻到这个味道 所以它偏重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妄想 都是由这些引起的 所以跟成是何而生处聚 受想失 有没有 就是这些 那么所以 这个是心理 偏重心理 心理的分析 这个是偏重生理的 感官就是生理的 这个偏重生理的分析 那这个色法 这个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这里 都是色法 那这一样是色法 为什么这个分地水火风空 这个分颜耳鼻舌身 这个是感官的 有认知外界的 所以它是生理的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从物质上来说 它的一度人不同的分类 所以它就叫做 偏重于什么 物理性的分析 那这个心 你看 你看这里 这里的心 它就讲 一般来看 你看这里就是心 它心分受想形式 这里就是意 这里就是事 那么它其实 这个是 其实就是心 那为什么讲意呢 因为 你要认知一个东西 眼睛要看一个东西 耳朵要听到一个东西 那么它必须要相续 那个心要相续 它才能认知啊 它才能认知 所以偏重在讲意 其实这样 这个大致论没有解释 因为这个讲的比较细一点 比如说你没有 你没有理解那么多 讲太多这种会乱掉了 那么大概讲一下就可以 这里就是分析的 我的 那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你说这个我 分运促见 那么这个我是没有的 这个人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因为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由这个 缘起合合的嘛 对不对 那你说没有 那这个法 一一法 也是没有的 重点就在这里 一一法是没有的 好 那你说这个无我 你从运促界去讲 我空 法空可以讲 那缘起呢 你要怎么讲 我空跟法空 好 现在 因为很多人其实 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来讲 讲这样的问题 就是 我会引用这些经 然后会这样讲 其实都是要厘清一些问题的 好 我们现在来讲 缘起这一部分 就是这里大概就是分三 三个 那就是 这里是一个 那么这里缘起 这是一个 然后智跟德是一个 这是德胜果 涅槃 得涅槃 那基本上我们就 引大罪里面的五蕴 这个就是能正的智跟守得的智慧 就是讲 五蕴 十二处 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 昨天讲过了 然后现在又讲缘起四地 那么缘起怎么讲 瓦空跟法空呢 缘起的我空在哪里呢 你说缘起法一法 你的直取 我们来讲这个问题 有些人也许听了还不是很清楚 他没关系 我们就听就听 就听久了 慢慢慢慢就越来理解越多 所有的人都是学来的 都不是不用学就会的 没有 孔子都说 孔子那么厉害 都说 我是学而知之者 学而知之者 就是我是透过学习 透过努力学习才知道这么多的 不是生下来 我就知道这么多的 没有 就算你生下来知道 那也是你过去生学习的 你要知道 那么现在来讲缘起 缘起的我空跟法空 那讲到这里 大智论卷十八 这里应该够想 我们都引大智论啊 因为他就是解释末后 不得不得命清的 大智论卷十八 他讲到空门者升空法空 你看都一样 五蕴也这么讲 五蕴 前面的五蕴讲到 这个阿比谈中 前面的五蕴也讲到 就升空公法空 那么十二元级也讲到 这个声文里面 吴我吴我所 这个是众生空 那么十二路红 信或像 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 那是这个一一法 它其实是没有的 是叫我空 这众生空跟法空 那么这里也一样 那因为无所得 这只要讲两个而已 就是我空跟法空 着重在法空 大智论卷十八 他说空门者升空法空 把这个波冷军叫做空门了 空门者 升空法空 所谓的升空就是众生空 这个跟我们讲 升冷法冷的升冷是一样的 就是众生冷 他有时候这个升不一定是众生 升出一灭的升 所以这个同样的名词 因为翻译 他有时候你要分别这个名词 讲的是什么 升空就是众生空 跟升冷法冷 众生冷 诸法冷是一样的 那么升空法空 那他说到 他引一部经 叫做品婆梭罗网营经 他说如 品婆梭罗网营经 品婆梭罗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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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贏就是一定贏佛 贏经 贫婆说罗往贏 这部经里面 他赢这部经 欢迎的赢 赢这部经 中 这赢这部经 佛告大王 这当然是大圣经 应该是 佛告大王 告诉这个贫婆说罗往 射生死 但空生 射生死 但空生 射灭死 但空灭 射灭死 但空灭 朱形 生死 但空生 灭死 但空灭 灭死 灭死 但空灭 室中 人生死 无人 无神 这中间 生灭当中 人生死 那么这个就是 无明行事 明射六处处说 爱居有生 老病死 就是人有生死 那么人生死 等一下我们再来 把原情 为什么 人无我跟法无我 面死但空面 世中 无 无我 今天就是无我了 没有我们这个 无人无神 无人 无神 无人从今世之后是 没有 这个 没关系 要擦掉 无人无神 无人从今世之后是 无人从今世之后是 除因缘和合 名字等众生 就是但有名词 所以叫做信空为名 就是这样 倒是吧 叫信空为名 只有名词 只有一个假名而已 因缘所生法 我说其事空 一名为假名 就是他只只有一个 记了一个名字而已 等众生 凡夫余人 足名求死 一般人不知道 凡夫余人 足名求死 不知道无我 从现象里面 去追求他的真实 求他实在 就是自信 如是等经 佛说生空 这个经里面说生空 生空就比较容易 现在生空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无因何而 无因何而 没有一个实有的我 经常就是这样 如是等经中 佛说生空 这个都是在讲 在讲生空法空的 那这个也是波罗经的重点 就讲生空法空 就是讲说明生空 好 那现在讲法空 现在要讲法空了 等一下我们会来说 那么 法空者 这个是生空 这个是生空 那生空我们就不多讲了 讲法空 法空者 如佛说大空经 这个之前我们有引用过 佛说大空经 佛说大空经中 十二因缘无名乃至老死 里面有讲十二因缘 原起法不一定是十二支 但是详细的说就是十二支 其实是这样 十二因缘无名 十二因缘是无名乃至老死 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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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既然要插就把它全部插掉 插个够 不然还等下还要插一次 我比较好写 就没办法插起来 这种有时候就是 会不容易插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那边的黑板也是这样 好像是水还是板插的关系 我不晓得 不容易 也是要买一瓶那个来插 对 好像酒精是吗 是 好 那现在来看 若有人言 若有人言 是老死 若言谁老死 谁老死 那么皆是邪见 生 老死的前面是生 生的前面是有 有的前面是取 取的前面是爱 爱 爱取有 生老死 那么受 处 处受爱取有 那么处的前面是六路 六路的前面是明 明色 明色的前面是四 四的前面是行 行的前面是无明 好 亦如是 这等一下再来解释 就是说 为什么要讲无无明 亦无无明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 亦无老死 那这个又关什么 人空法空 他怎么样个人空法空 我们现在要解释这个问题 好 那 亦如是 好 那他后面有讲 他说 若有人言 生即是神 这个我们前面有说到 生意命意 生即是神 若言生意于神 若言生意于神 生意于神 四二岁一同为邪见 他用这个来证明这个 四二岁一 同事邪见 都是错误的 所以 从人无我 法无我 他基本上 法无我 法有我的观念 跟人有我的观念 同样是错误的 同事邪见 非我弟子 佛言 生即是神 如是邪见 非我弟子 同事邪见 佛言 生即是神 这个就是最前面的 一跟一的问题 吉云我跟离云我的问题 生即是神 如是邪见 非我弟子 你这样讲的 不是我的弟子 就是不是佛说的 非我弟子 生意宜审 亦师邪见 非我弟子 他说 四经中 佛说法空 就大空经里面 就讲这个 他讲这个 佛说法空 四经中 佛说法空 好 这是大空经里面 那么这样看 我们还不容易看出来 那到底 到底这个深空 我们可以讲 重深空 人无我 这个法无我 到底是怎么样看出来 是法无我的 我们再来看 他底下有讲 他说 若说 我们讲这里 他底下还有一段 就最后一段 就是你当他从这里 怎么看出法无我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说 先把这一段写完 那么若说 荣书有讲 若说 这中间无名 我们来看 我们先把这个写起来好了 无名 行 无名原行 行原始 无名行事 明色 六路 处 受 爱 取 有 等一下 没有很长 没关系 我 恕受爱 取 有 生 老死 忧悲苦恼 老死 忧悲苦恼 写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生老死 忧悲苦恼 它是连在一起的 或是忧悲恼苦 这些哭 好 总共有十二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十十十二 好 那么 等级我要来讲 他说 罗说 就连到后面这个 罗说 谁老死 谁 老死 当之是虚妄 若说 是老死 当之是虚妄 世民法空 老死是这样 前面的无名乃至无名亦无事 这一段就在解释 为什么无无名亦无名 乃至无老死亦老死 跟法空有什么关系 乃至无名亦无事 这个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 背这个十二元起 一开始我们理解这个十二元起 一开始我会误会 在波仁经里面好像也这样讲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生有死 但是我们还没有的时候 最初有无名 一般是这样 那无名是谁的无名 无名是我的无名 这个都是我 这个就是我由生到死 这个有 这个有是结局 这个生就是我 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 我的未来是老死 我的现在出生在这个世间 对不对 那我是怎么来的 是由过去生累积的业 那么才形成现在生的我 就是这个有潜在的业 你如果没有这个业 你有玉界的业就生玉界 有色界的业就生色界 有无色界的业就生无色界 就是你有玉滩就生玉界 这个是业 那么这个有是怎么来的 由爱取来的 爱取怎么来 你怎么会爱取 你对这些境界 感官对这些境界产生爱取 那一开始我们 最初当然是从无名 这个业造业 然后有这个身心 一开始我们没有察觉的话 有一个误会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无名 无名存在哪里 不是 无名是指 我们现在心中的无名 那么行是我们心中的造作的业 那么是就是人 是就是我们 我们的是 名色就是我们的名色 六路就是我们的感官 这个就是六处 那么这个六处 是跟成是合合生处 那么处也是心里的心法之一 那么处去受想失 就产生受想失 那么由这些产生对境界的染拙 那么这些染拙 加生就变成取 然后就又形成未来的业 所以这个无名是心中的无名 这个业是身中的业 心中的业 这个事是我们对境界的了点 这种东西是这样 都是不离开这个我的身体 不离开这个我的身体 乃至于老死 也是由我这个身体产生老死 我现在这个身体 产生这个错 是一个人 是一个男的 是一个女的 乃至是一只虫 它都是有这个生老死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都是 仔细分析 它都是从我现在的无名开始的 所以我现在的无名段 我未来就不会有了 无名不是别于这个身心之外 有一个无名 以前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 当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 最初有一个无名 然后慢慢慢慢 后来变成我存在在这里 无名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了 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他流转的现象 那前面的运触界是讲 生理的 心理的 跟什么 物理的现象 那这个不是 这个是讲 生到死 他流转的现象 但是还是从人身上讲的 所以这样就可以人空法空 你知道吗 就是 一般你没有仔细分析的话 那缘起怎么会有人空法空的问题 无名是我们的无名 行是我们的行 他其实因为不离开 他不从运触界的角度上去看 他从流转的现象去看分析 如果你从生理去分析 他就是感官跟境界的问题 心感官境界的问题 就跟城市这边的问题 六路处 然后瘦 基本上就是这里的问题 或是四名色六路 他基本上也可以这么说 就这里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无印的话 它是种在 受想型 就种在这边 跟这里 跟这个名色 就这里问题 那缘起它是从生死到流转的问题 它是表示我们身心这些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轮回 为什么会有下一生 那它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 那都不离开这个身心 那人 我们说过 众生人 他就是身心状态 他就是身心状态而已 只是这个身心状态怎么分析 偏于物理的 偏于心 心里面 或是偏于身 身是偏于物理的 偏于生理的 那从这边去讲 那心是偏于意 或是偏于事 从这里去讲而已 那这里就不从运触界了 这里是从什么 从它怎么个流转 这个现象来说 所以你看荣述的 荣述的他这里讲 说这个是法空 你看 谁老死跟是老死 谁老死 谁老死就是什么 我空 是老死就是法空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 谁老死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老死的人 有一个人老死 那个就是我的意思嘛 是不是 那么是老死就是 有一个老死的法 是不是 有一个老死的法 所以他才会老死啊 这个是布派的观念 就是有一个生法 你才会生 有一个灭法 你才会灭 那他也是这个概念 那有一个老死法 所以 你才会老死 就是人 人 有这个老死法 所以 就好像 布派里面讲到苦 苦 本来是一种心理感受 但是 布派里面的苦 不是心理感受 是有一个苦法 你跟这个苦法 结合了 你才会感受到苦 就是苦是有别于我们的感受之外的一个法 死有一个苦法 所以 你才会苦 难传的现在也是这样讲啊 苦不是 苦有两种 一种是感受上的苦 一种是苦法的苦 所以 但是 这样的观念 其实在波洛经里面是 是排除的 就是 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就是说 苦是除了感受之外 不可疑的感受之外 没有一个死有的苦法 好 那这里也一样 无名行 世民色 所以他无名 亦无名进来之无老死 亦无老死进 他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身心流转的现象 人身心流转的现象 那 运触界没有牵着到流转 他就是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身心的现象 这个大家 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那么 这个是身心流转的现象 那当然你 从 这个 那无名进来之道的现象 这个就是 缓面 不流转的现象 怎么样可以 但是一定是从这里来的 包括苦即灭到也是这样 好 所以 他一一法是使有的 有这个无名 你跟无名相应 那么 有这个老死 你跟老死相应 所以 谁老死 当然就是那个人啊 那个人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个老死法 其实老死法也没有的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身空跟法空的差别 不然你也不会知道 那为什么 无名一无名进 全面都是无很容易啊 就你就无下去就好了 不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就是不离开两个原因而已嘛 就是我空跟法空嘛 其实波罗经其实就重点在处理法空 那么法空 我空法空 就一切无自信 一切法空 这个才是无我真实义 其实他在说明这个道理啊 那因为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 因为你如果 不了解这样 你执着法空 你是不能证得我空的 你不能证得我空 你就不能自战 你就出不了生死 你就有苦 不能度一切苦恶嘛 所以这一点啊 就是我们读这个心经也了解他 在讲些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讲 原因在哪里 其实他有 他有所谓他的时空背景因素啊 就好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 佛为什么要讲无我 他有他的时空背景因素啊 包括初级大事 为什么要弘扬菩萨道 那佛很明显的都是讲解透道啊 他也有他的时空背景因素 这个荣述在 这个荣述在这个 大字幕里面也有讲 那导师在 应该是他的黑皮书里面 应该是出其大政情人开展 里面也有讲 就是他讲到士西坛的原因啊 就是 佛之所谓多讲解脱道 那是因为 当时的人 基本上 沙门婆罗门 他就是 不是讲生天的 就是想解脱的 是因为 因为婆罗门基本上 都是求生天的多 所以他 婆罗门是在家的嘛 所以他对这些在家 都是讲 世界生天之法 想幸福的嘛 那么出家的 主要是六四外道 那么他基本上 部分 除了那个没有解脱的之外 就是除了阿姨多 唯物论的 没有解脱的 那么多数也都是求解脱的 那么他跟他讲解脱法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但实际上 依佛所行的 从他出发心 然后到他成佛之后 所以你看念佛 念佛成道时 度人如是 念佛涅槃时 以法如是 他从他成道 到他涅槃 他都以度众生为念 他成了道之后 从菩提嘎雅 从陆远院一直到居师那 中间没有停过在度众生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 很明显的佛 佛他是依菩萨道的 那么从阿兰经里面有一些 他也是这样 也可以找到菩萨道的一些观念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 当时的人多求解脱道 所以他就为这一些 沙门 或是这些人 说解脱道 那么如果是在家人 那么他多求升天道 所以他都多为他讲 师界升天之法 今天 今天如果由在家 在家人 解极经典 那么你会看到 多数都是升天法 是不是 因为佛为他们多讲 师界升天之法 那么说解脱的其实不多 那么你要更进一步了 才跟你讲解脱法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那么基本上 菩萨道 才是佛的真实意 所以我们讲 《波勒经》两个原则 两个主 就是他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觉者无我而胜真力 能空法空的问题 一个是显发菩萨的广大性 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么讲 那这个是《波勒经》 它的整个《波勒经》 《波勒系》的 它主要的 主要的着力点所在 讲到所谓的无明形式 这个是人流转 从生到死 从生到死 它的原因 那么这些现象 那么从布派里面看 它意义法是始有的 有一个生法 有一个饶死法 有一个有法 有一个取法 有一个爱法 类似像这样 就好像他说 有一个法 有四个 生 住 毅 灭 那一般讲 三法或生灭 比如说一朵花开 一朵花谢 人生 人生 人死 那么 生死之中 从少年到青年 那么少年维持一段时间 从生到死之间 一直都活着 这个叫住 那么 你少年青年 那么中年老年 这个就变异 不断再变异 不断再变异 到最后死不存在了 从它存在到不存在 那么 有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是世间的现象 那么这个是人的现象 世间的现象 叫做生住意面 那么人的现象 它就用生老病死来讲 生老病死 那 以佛法来看 这个是人 这个人是 人是无我的 但这个法是有 有这个法 你跟生法相应了 你出生 你跟住法相应了 你就一直在 你跟义法相应了 它就变异 你跟灭法相应了 它就怎么样 它就死掉了 那人死掉了 生住意面的法是存在的 生住意面的法是存在的 类似像这样 那它要告诉你 人也不存在 生住意面的法 也不是死有的 人也无自信 法也无自信 人也空 法也空 就讲这个 我们这个 这样讲就差不多了 就 谁老死 是老死 这个老死法 这个谁就是这个人 那么 有一个主体 有一个主体 在老死 有一个老死的法 让这个人老死 那其实这两个都没有 没有 没有死有的 不但是那个老死的人 没有死有 那个老死的法 也不是死有的 那不是死有的 就叫做无自信 无自信 就叫做空 那其实就是我 其实是这样 好 那这样应该就比较清楚 缘起四地 好 那再来看 再来看四地的 我们大概就举这个 几个例子就可以了 帮助我们理解说明一下 把它弄一弄 把它擦掉好了 我擦这个也很费时间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也是要 要换 好 现在讲四地 现在都在解释这个无所得 四地 那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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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寫就可以了 擦掉擦掉 聽這個會不會很無聊啊 要多聽啦 多聽慢慢就 慢慢就會知道 一開始會覺得 到底是在講什麼 好像聽得懂又好像聽不懂 好 現在要講四弟 那麼四弟的重點在涅槃 就是說 那我們不是就是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極見 諸法無我 涅槃極見 我們講三法印 有時候講四法印 舉個例來講 三法印 三法印 三法印是什麼 三法印是什麼 諸行無常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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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一般我們講涅槃 這個是有為法 所以無我 那涅槃是無為法 他沒有生滅啊 他是實在的啊 怎麼會沒有呢 怎麼會無苦極滅道 怎麼會沒有滅呢 那沒有滅 那生死怎麼了 就會變成這樣 在我們講 苦極滅道 有一個苦法 有一個極法 有一個滅法 有一個滅法 有一個道法 但有沒有這個實有的法呢 那你說有為法是生滅無常的 無我的 有為法是有生住滅嘛 你看喔 我們說過一般把法分成 有為法 無為法 有漏法 無漏法 主要是這樣啊 當然有些人又分作 這個世間法 初世間法 那麼所有的法 基本上比如說 我們講有為法 無為法 法基本上 有為無為 有為無為 有為有四項 叫做生住意面 或是叫三項 叫做生住意面 那一般講四項 生住意面 有時候講三項 生住意面 有時候講兩項 叫做生滅 所以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住意面 但是無為法是不生不滅的啊 它不是緣起的啊 它怎麼會沒有呢 它不生不滅的 那佛常常講的就是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是生滅法 它是緣起的 緣起的就是無自信的 一般我們講 無自信是因為 它是緣起的嘛 它是和和的嘛 是不是 所以它是無自信的嘛 可是涅槃不是緣起的啊 涅槃不是緣起的啊 涅槃不是因人而而的啊 那它有沒有自信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人也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先講這個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餘 即滅現前 即滅就是涅槃 生滅滅餘 即滅現前 即滅就是涅槃 正等涅槃 那涅槃有分 涅槃主要分兩種涅槃 有餘涅槃跟無餘涅槃 那麼有餘涅槃是指 還餘有這個涅槃 還餘有一些苦 這個是阿安經的 有餘 這個生還有生滅 但是它未來已經沒有了 已經無生了 未來無生 但現在還有 它還要經歷這一生的死 因為生必定有死 不可能沒有 你不能說我正入涅槃 我就不死了 沒有 也一定要死 就好像釋迦牟尼佛 在普德烏西亞入涅槃 35歲 成到入涅槃 到八十歲也是死 叫做入無以涅槃 其實是這樣 就是不會再有生滅現象的 不會有 那麼這個生滅滅也即滅現前 那麼無為法它是不生不滅的 有為法它是有生滅的 那麼有生滅的就是元起法 那我們一般常常講 元起無自信 可是它不是元起的啊 涅槃怎麼會無苦即滅道呢 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龍術 龍術來怎麼講這個問題 他說 他之所以講 滅盤這個滅也是無 乃至於說無阿尼多諾三馬三菩提 包括金剛經裡面講 佛有得阿尼多諾三馬三菩提嗎 為什麼 你菩提心不就是要正無上菩提嗎 那你為什麼說佛不得無上菩提 意思是一樣的喔 好 那麼 我們來看 智論 我們說過最重要的不是答案 最重要的是 怎麼去理解這些問題 思考這些答案 就是你要養成那種思考的習慣了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你被答案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 你從哪一個角度 你會不會在一個大家都認為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去發現問題 這個比較重要 你會不會從一個有問題大家都找不到的答案 因為你會發現問題 你就比較同樣的那個思文就容易找到問題的關鍵 那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古吉米道就這樣 如果一個問題你沒有辦法找出它的問題所在 那麼你就不容易 第一個你也不會去解決問題 因為它就沒有問題嘛 第二個 因為你這種習慣性思維 就算你發現問題了 你沒有習慣抽絲剝繭 或從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去看到問題 那麼你也不容易解決問題 我們講一個實在的例子 釋迦牟尼佛的兩個老師就是 他還沒成佛以前 他先修禪定 應該在屁舍梨附近 跟王舍城附近 修 無所有促定跟非想非想促定 那麼根據記載 一個是阿羅羅加蘭 一個是塔伯羅摩羅子 他有很多種翻譯 但是基本上是這兩個 那麼他去跟他們修到 第一個跟修無所有促定的時候 他告訴他這個境界就是涅槃 你已經到達頂端了 但是他覺得不是 那麼大家都說是為什麼 他可以發現問題知道不是 如果他當時也聽信 他已經教他的禪定的老師說 我已經得涅槃了 那麼他就不會再往上了 他就不會再往上了 那他是怎麼發現的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再進一步 他覺得還不是 他再進一步 又去找另外一個禪定老師選 因為他告訴他這個就是涅槃了嘛 那麼 那個老師更厲害 他修到非響非響 更深的釘 他告訴他 因為那個非響非響 心裡已經進入 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妄想了 他就是專注了 那麼 他告訴他這個就是解脫了 那麼如果他也相信了 那麼現在也沒有佛啦 那 可是他為什麼知道 那教他的老師為什麼不知道 他為什麼能夠發現這個不是 那我們再講一個現實的例子 比如說 牛頓 牛頓發現什麼 地心引力嗎 他是怎麼發現的 蘋果掉下來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坐在一個蘋果樹下 蘋果掉下來 他掉下來 我會不會想蘋果為什麼掉下來 不會 我說蘋果為什麼只掉下一顆 因為我們看這種現象是正常的嘛 本來就要掉下來啊 對不對 我們絕對不會想蘋果為什麼要掉下來 不會 那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一個現象 我們有時候會理所當然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去發現問題 那沒有辦法發現問題 你根本就不會去找 這個問題背後的原因 就是那個理嘛 就好像再講一個例子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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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為什麼要出家 佛陀為什麼要出家 前面是看到什麼 前面是看到 一般來講四門嘛對不對 四門 當然這個可能就是後來有稍微做過整理的啦 他由四門嘛 四門看到哪四個現象 他哪裡看到神 他哪裡看到神 他有看到人出生嗎 沒有 神已經是大家都在存在的啊 人家習慣講 看到老 老病 死 還有一個什麼 沙門 沙門是什麼叫沙門 求解脫的嘛 所以為什麼要講解脫道就是這樣 求解脫的沙門 解脫是解脫什麼 老病死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求解脫的 他看到這種現象 所以他出家 那麼他一開始看到老病死的時候 他問他的使者 那個是老人 他就問 所有人都會老嗎 都會老 所有人都會病嗎 都會病 所有人都會死嗎 都會死 沒有辦法避免嗎 沒有辦法避免 不管你是男的 你的 是國王 是王后 是乞丐 是婆羅門 是岔地利 是廢舍 還是守陀螺 乃至於是詹陀螺 都不能避免 後來看到沙門 沙門是要求解脫的 避免老病死的 那麼他就跟著什麼 跟著去出家了 那麼他看到一開始 這些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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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他要解決老病死的 那如果你認為 你認為 老病死是人的常法 現在還有很多人這麼認為 他是不能被解決的 這個是宿命 輪迴是一種宿命 沒有人可以解決 其實是可以的 現在這一生已經出生了 沒有辦法避免老病死 當然是未來可以 未來可以 就是你在還沒死之前 你就把未來生的這個因緣 斷掉了 你就不用 因為沒有生就沒有老病死 可是怎麼樣證得無生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看到老病死 大家告訴你 每個人都會有老病死 沒有辦法避免嗎 沒有你看有誰避免過 那麼多年來幾千年來 有誰避免過 那麼你相信了 你就不會怎麼樣 你就不會去求解脫了 就是有一些不相信的人覺得 應該有 可能有 那麼他才會去求解脫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從一個 我們習以為常 那麼我們覺得是這樣的現象 那我們去發現 問題所在 你真正可以在 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去看到問題 大家都找不到答案的時候 你去找到答案 重點都在什麼 你的思維 你怎麼看待現象的 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一個人的智慧 不是他背的很多 也不是說他能言善道 而是他的理解夠深刻 我們再講回來 在波羅經那個時代 不派 基本上佛法 佛法 基本上 就是人空 法不空 大家都這樣講 大家都這樣學 大家都這樣認定 但是有一些人 透過最經典的研究 他發現 其實不是這樣 就好像我常常也講 現在我們台灣佛教界 基本上每一個人都這麼說 只有念佛可以出生死 其他你不用想 大家也相信 真的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之所以 我們並不是別出心裁 讀數一次 不是 而是我們 我們先進去 冷靜的去看待 這些現象 這些說法 他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麼你要養成這種習慣 養成性習慣 所以佛陀也講 不要因為權威而相信 佛陀本身就是一個權威 但是你也不能夠因為權威而相信 佛陀也跟你講 就算你聽我說的 你也不要 是因為我說的你就相信 你還要理解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這樣講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誤解這樣的意思 那麼聽完了之後 有道理 你真的照著做了 真的像佛這樣講 那麼你越來越來越清楚 所以我認識的 跟你認識的 何而為一就是 你認識到我所認識的 可是因為你知道我所知道的 而不只是 你是聽我講 這個我們叫做聖原諒 我也不知道佛為什麼要這樣講 可是佛講的肯定不會錯 我就相信 這個叫做聖原諒 因為聖人說的 就好像說 你從來不說謊話 那麼 就算你跟我講 這個苗栗是出現的三隻老虎 我也會相信的 因為你從來不說謊話 對不對 那有可能你被人家騙了 對不對 你雖然不說謊話 但是你看到的七姊是三隻貓 比較大隻的貓 那你看錯了 你以為是老虎 你就跟我講 你看到三隻老虎 那因為我跟你認識 你從來不說謊話 你的人格上 你不會說謊話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說的是真的 你雖然不說謊話 但你說的有可能不是真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或是說 你說的雖然是真的 但不是我想的那個意思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上去理解佛法 那就是包括從現象上 我們要養成那種 叫做如理思維的習慣 就是你不能只是 不能只是聽就相信 聽只是聞而已 聞後面要什麼 思 聞思 思有很多層次 但是我們簡單講就是一個思 那麼思之後 想清楚了就去做 實際上做看看 或實際上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理解看是不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然後漸漸漸漸 圓滿 它就是正了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 一樣一個道理 那你為什麼知道一下就忘記了 為什麼有些你知道的 你不容易忘記 深刻不深刻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現在講到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那麼為什麼 無謂是不生不滅的 為什麼 無苦即滅到 涅槃沒有 那這怎麼講 那我們來看 智論裡面講到 智論裡面講到 他說 不得言涅槃無 你看 智論卷31 這個是龍術說的 這個是龍術說的 他說 不得言涅槃無 不可以說沒有涅槃 那你不是講無苦即滅到嗎 那當然這個宗論裡面 四地品裡面 對這個也有解釋 不過我們引用這個 引用這個 龍術的來說明 這個問題 不得言 涅槃無 涅槃就是滅 涅槃無 但是你為什麼要講 無苦即滅到 滅槃是沒有的嗎 他說 以眾生聞涅槃 聽到這個涅槃的這個 這個名詞 名稱 身邪見 就執著涅槃了 就好像講空 本來是自信空 自向空 一切法空 你執著這個空 所以後來要跟你講空空 連空也空 大聖說空法 未離諸見故 若負直有時 這是諸佛所不化 就是你還執著有一個空法 我舉一個例子 就好像你這個講堂很髒 那麼你把它掃乾淨 你把它 把垢變成淨 那並不是你把垢法請出去 把淨法請出來 不是 當你把垢法請出去的時候 那個就叫做淨 沒有垢就叫做淨 所有的髒都出去了 那個叫做清淨乾淨 它並不是乾淨的出去的 清淨的跑進來 不是這樣 涅槃也是這樣 沒有生死 生滅滅已 沒有這個生滅法 沒有這個生滅 不隨著這個生滅 那麼它就是滅 它就是涅槃 極滅 好 那麼一樣 它說眾生聞涅槃敏 生邪見 左 直左 涅槃 因為以前不是文字 以前就是 涅槃是一個聲音 以前都是用說的 左手涅槃 因生而作細論 而生妄想 而生細論 而作細論 然後當然 布派也認為 有死有一個滅法 死有一個滅法 那其實也沒有 若有若無 細論就是有涅槃沒有涅槃 若有若無 以破著固 這個就是對字希塔 就是要讓眾生離去這個涅槃的執著 告訴你沒有涅槃 就好像告訴你 修行沒有功德 它並不是真的沒有功德 沒有作用 功德就是作用 沒有作用我們修什麼 但是你會執著功德 就告訴你 這樣是沒功德的 其實是這樣 那你不執著而已 那麼 以破著固 說涅槃空 就是沒有涅槃 說涅槃空 若人卓有 是卓世間 這個就中道 若人卓有 是卓世間 是執著這個世間 奇跡 increíble WILLIAM 否則 Hobbes 會 許索 週刊 習近平 所以講無智於德也是這樣 所著念盤 不破聖人所得 那你跟我講要行身般若 後來又跟我講無智於無德 般若就是智 要告訴我依這個聖身的智慧 怎麼關照 後來又才能夠得自在 得解脫度一切苦惡 後來又跟我講無智於無德 那是怎樣 前面那個行身般若是有還是沒有 後面因觀而得自在 度一切苦惡的那個是有還是沒有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後面的無是滴 無苦情味道 無智於無德 不破聖人所得 何以故 聖人於一切法中不取向故 所以這個跟靜甘靜一樣 就是離向無助 一切法中不取向故 重點在這裡 他又說 父吃 愛等煩惱 愛等出煩惱 假名為夫 這煩惱 煩惱其實也是假名 煩惱也是無自信 煩惱也是無自信 所以因為是無自信 所以煩惱才能斷 如果有自信 煩惱是不能斷的 無名也是無自信 所以無名才能斷 生死也是無自信 所以生死才能斷 其實是這樣子的 愛等出煩惱 假名為夫 若修道解釋夫 如果我們修道 解釋夫 得解脱其名涅槃 他在解釋什麼是涅槃 這個就是因觀得自在 就叫觀自在 那麼他就得解脱 就度一切苦惡 就回到最前面的 那麼都是因為無所得 就把這個連起來 那麼得解脱 疾民涅槃 這個就是涅槃 就我剛才跟大家講 你把髒的都出去了 那麼他就是乾淨 沒有除了髒之外 有一個乾淨 沒有 就是沒有髒的狀況 就是乾淨 沒有煩惱的狀況 就是要說涅槃 就是要解脫 其實是這樣子的 疾民 疾民解脫 疾民涅槃 更無有法名為涅槃 沒有一個死有的涅槃法 更無有法 名為涅槃 那這裡解釋到這裡 所以基本上 就是 這個沒有寫完 諸法無法涅槃極見 我們再來稍微想一下心經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舵 依波羅波羅密多故 就是這樣的 這個波羅就是前面的 無苦及 無言而憑者真意 無色身相味促法 都擦掉 無言而憑者真意 無色身相味促法 乃至 這裡的無知亦無德 以無所得故 我們要記得 無所得就是無自信 那麼無自信 它重點在人空法空 其實就是不取一切相 不止一切相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舵 依波羅波羅密多故 心無掛愛 無掛愛故 掛愛就是直取 好 我們現在來解釋這一段 插掉 都插掉 你順便把那個 無所得故 後面那個心經那個 寫一下 以無所得故後面那個 無掛愛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秀進涅盤 從無所得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舵 以波羅波羅密多故 寫開一點沒關係 你把它寫一下 這裡講到這裡 我們大概就說明 從前面 你一定要從前面再把它想過來 你把它想清楚 它有一個架構很清楚 它要講些什麼 這中間有什麼 就是它還是有一個次第 那為什麼這麼講 那麼 無所得無自信 那麼以無所得故 菩薩 菩提撒舵就是菩薩 你寫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你少寫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舵 你要不要拿心經上去抄一下 你們早課有練心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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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有啊 練三遍 唸三遍的時候你們怎麼想的 有沒有在想 唸完有沒有想 唸的時候有時候不容易想 那除非你很熟了你就一面想一面關 一文做關是可以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有時候就只是唸 唸完了什麼都不想就覺得好累 很長的時間 其實它是要讓你很熟悉啊 它是要讓你很熟悉 我以前在敷衍也是 心經就是唸三遍 然後 打坐 後面就打後面有打坐 可是打坐的時候也不會就心經去做關 也不會 因為覺得唸經它就是功課嘛 日常功課就唸過就是了 後來現在就不會了 後來現在就是打坐就關 關這個 也不是關心經就是關五運 就是依心經這樣關來關 那一般來講就是 關色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艷 行如芭蕉 視如幻化 你拿一張心經給它抄好了 你不要緊張啦 緊張就會寫不出來 真的 你不要看喔 你上來寫你也會緊張喔 你越怕錯越會錯 人是這樣子的 他慢慢寫 我先寫這個 好 好 那 雜喊二七二經 無相三位經 雜喊二七二經 雜喊 二七二經 那麼他收到佛說 我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 這個我們也要講 無怪故 無憂恐怖 我不見一法可取 這本經也很重要 這本經也很重要 他一般講無相 無相三位 那無相基本上就是心經 主要的 離一切相 像金剛經也是這樣 離一切相 不住 色身相未處法 我不見一法可取 愛取又得取 而無罪過者 意思就是 不管你取任何一法 包括你取涅槃這個法 取空這個法 取無我這個法 只要你有直取 不管你直取什麼 重點不是你直取什麼 重點是你在直取 其實是這樣 那麼我不見一法可取 而無罪過者 若取涅 即有罪過 即有罪過 若取涅 講到五月 即有罪過 若取受想行事 則有罪過 結果 結果就是有過失 就是這樣是 不對的 這樣是會有後患的 他就是一種煩惱 因為 我們之所以會生死 是因為什麼 生的前面是什麼 油嘛 十二元起生的前面是什麼 油 油就是你具有生的那一種 那一種潛在的能量 那你一旦有你就不得不生 有是怎麼來的 有是未來的潛在 有是叫什麼 有取 取是對一個境界或是對一個概念的懶著 那麼懶著不犯就叫做取 那麼他就是比較深的愛 愛的進一步就是取 愛取 即有罪過 若取涅 所以重點在取 取有四取 有哪四取 戒取 敬取 我與取 跟欲取 一般來講 就四取 但是取其實就是 直取 那取有的話 把它分成四取 欲 對境界無欲 欲取 然後見取 戒取 戒 戒取 戒進取 遇 見 戒 就戒進取 我們叫戒進取見 然後我與取 就是我見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對五欲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見取戒進取 這個是我見 那麼通常 就是你 觀念上跟心上 就是懶愛 但是一般來講取 就是他 主要把它分作這四類 其實就是你對一切境界的執著 我們叫執著 你後面不用寫到 沒關係 寫了就可以 我現在來看 你把它寫完好了 你把它寫完好 寫完 波羅蜜多就好了 幾說作優就不用寫 波羅蜜多好 那這是一段 他說我不建議法可取而無罪過者 若取色 极有罪過 若取受想形式 极有罪過 這個是從五欲 那麼如果我們把這個經擴大 就是若取眼 极有罪過 若取耳鼻者生意 极有罪過 若取無名 极有罪過 若取 形式名色六處處 愛取有老病死 极有罪過 若取苦極昧道 极有罪過 若取自取得 极有罪過 若取阿妞多納三法三母提 重點不是 重點不是後面那個 重點是直取 那麼若取受想形式 极有罪過 其實极有和极有是一樣的 但今天我們就這樣寫 我們就這樣寫 极有罪過 然後有講 前面有講 我若取色 极有罪過 若取色极有罪過 若取受想形式 极有罪過 如是之隱 就是你這樣知道的 你這樣了解 不直取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講到 心無罪過 以這個波倫 波倫就是無自信 就是不取 不取相 那麼 心無罪過 好 等一下 則無所取 於如事之隱 於助世間則無所取 無所取者自覺涅槃 其實心經講的 基本上是般若經講的 般若經講的 其實是佛陀講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以阿含經來證明 無所取者自覺涅槃 要解脫了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直取 直左 我們剛才演龍術的 從五韻 一般都是從色開 從五韻說 色 受想形式 這個是這樣講 但是你這個可以 從心經的角度看 一切法都一樣 言而憑者真意 色身相會觸法 眼界乃至意識界 無明乃至無明見 老死乃至老死見 苦疾滅道 自得 無自已無得 得就是視得 視聖國 虛頭喊能作思念 我的虛頭喊果佛 虛頭喊能作思念 我的虛頭喊果佛 虛頭喊能作思念 我的虛頭喊果佛 我的阿吶喊果佛 阿羅漢能作思念 我的阿吶道佛 一樣的道理 就是直取 那有沒有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有 但是他們不會直取 我正出國 我正二國 我正三國 我是阿羅漢 不會這樣 他不會有那個直取 但是他知道 他已經正得無聲 他已經得解脫 他知道的 解脫之見 我身已盡 犯任你力 所作與半 不受後有 他怎麼會不知道 但是他不直取 這觀念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是雜喊二妻二經 一般他是講無相三昧的 重點在離相 離一切相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心經 以無所得故 那麼這個無所得連接到前面的就是什麼 無什麼 無色受響吉士 無言和憑者生意 無色生相會處 無遠見乃至無意見 無明義無明見乃至老實一老實見 無苦即昧大 無自義無德 就是無自信 一切法無自信 一切法無自信 其實他就是不止取一切法 不止一切法 那麼菩提撒多 菩提撒多就是菩薩的意思 正確應該叫做菩提撒多 簡單叫做菩薩 因為中國人都喜歡簡化 所以四個字都會變兩個字 兩個字都會變一個字 那比如說 菩提撒多 應該翻菩提撒多 完整翻叫做菩提撒多 簡單就叫做菩薩 那佛陀 完整翻叫做佛陀 簡單叫做佛 就變成這樣了 就是我們習慣了 所以 前面觀置在菩薩 他就翻菩薩 他不會觀置在 菩提撒多 他沒有 他其實是這樣 菩提撒多 依波羅 波羅蜜多顧 就是依這個波羅 我們叫做文字波羅 觀照波羅 得十相波羅 就是依這個波羅這樣的理 去觀照 心無掛礙 講到這個掛礙 掛礙就是直取 因為直取就有掛礙 那一般來講 就是 掛礙有時候也是一種煩惱 因為直取就有煩惱 所以一般我們講 一絲不掛的時候 並不是沒有穿衣服 而是一絲煩惱都沒有 沒有一絲煩惱 叫一絲不掛 好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無掛礙故 無有恐怖 那麼掛礙就是執著 就是執著一切 執著一切法 來自於執著涅槃 都是 都是執著 都是掛礙 那麼無有掛礙故 以你有執著 你就是有掛礙 有掛礙 以後 你就會患得患失 那麼你就有恐怖 那麼恐怖 導師這裡講 我們稍微照一下導師 這裡有提到 恐怖的時候 他基本上有講 經中說五種恐怖 五部位 這個我們可以參考了 五部位 五種部位 就是我們在這個世間 通常會有五種部位 就是害怕 那以前我好像看到有一個報道 說世間人都怕什麼 世間人都怕什麼 怕有很多種 怕鬼 怕黑 怕死 怕苦 怕窮 怕窮 那有些怕丈母娘 怕老婆 很多我告訴你 真的 那有些人怕 怕軟軟的東西 有些人怕蛇 有些人怕壁虎 有些人怕壁虎 有些人怕老鼠 還有很多怕 那這種怕 這種怕 是從哪裡來的 恐怖是從哪裡來的 它通常是從直取 直取有些是 直取過去的經驗 比如說你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它就是直取他過去的經驗 或是他鄰居的經驗 一種是 一種是直取 就是邪見 或是直取錯誤的觀念 比如說怕鬼 那麼怕鬼 人為什麼會怕鬼 你曾經被鬼害過嗎 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會怕鬼 今天如果我說 這中間有一個人是鬼來的 大家說是誰是誰 開始害怕 那麼通常我們來自於錯誤的觀念 因為鬼的形象就是什麼 會害人 很恐怖 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他害 會這樣 那如果我們說 神 天有一個神 那你又不害怕 因為神會幫助人 其實鬼跟神是同一類的 比較有福報的鬼叫就是神 你知道嗎 城荒爺也是鬼道的 但是他就有才鬼 有福報的鬼 那你觀工也是鬼道的 因為他就是有才鬼 有威德利的 土地公也是鬼道的 有才鬼 那我告訴你 你旁邊有土地公喔 你就會覺得我什麼時候功德這麼大 有土地公護念我 我告訴你旁邊有一個鬼喔 你害怕 那個就是有才鬼嘛 所以他這個是觀念上的直取來的 其實觀念很重要 觀念會導致於你起煩惱 那你觀念對了其實你就不會 你如果常常都有這種情形說 你後面跟著兩個人 你在哪裡 你後面跟著兩個 兩個父法神喔 父法神有時候是鬼來的 你就覺得很有力量 其實那個就是你觀念上的直取 你這樣認為其實不是 那觀念上的改變 你觀念上如果能夠改變 那麼你修行就比較容易 就是說你那個轉變了你就不會 一般我們都是壓抑克制 然後一直解決一直解決不了 其實從觀念上改變就容易 從觀念上改變容易喔 舉個例來講 那麼我們先講這個五部位好了 先把這個五部位講喔 那哪種五種部位呢 第一個叫做惡民位 惡民 惡民位 就害怕惡民位 第二個叫做惡道位 惡道 第三個叫做不活位 不活位 第四個叫做死位 怕死 第一個叫第十五個叫大眾威得位 這個是一般佛經講的五種害怕 當然世間人害怕的可多啦 那但是一般來講統稱 大概就是這五種害怕 那我們稍微先來講 等下來講那個觀念上的改變很重要 惡民位 就是很在意別人怎麼說我們 說不好的啦 不好的名聲啊 就是我們太過在意了 就是害怕 不要被人家講 很多人死都是因為四個字 人言可畏 我記得好像那個軟鈴鈺 好像也是這樣 要死之前寫的 就被人家講 不堪意再被人家講 然後後來就自殺死 人言可畏 就流眼啊 講話什麼 講話什麼 一般我們說千夫所止 怎樣 後面下一句是什麼 無病而死 千夫所止後面是什麼 萬夫所止啊 你是我的十倍就是了 因為我記得是千夫所止 無病而死 就害怕 就是 你在講話什麼 講話什麼 千夫所止 無病而死 你的是萬夫所止啊 我不曉得 一言聞不知道什麼 無病而死 時間要快到了 我本來要講在觀念上 好 那下次再講 先把這個解釋完 那麼 二名為 就是害怕 因為這樣就會讓我們 他是不是在講我什麼 他們又講我什麼 就 我發現很多人很在意這個東西 非常在意是不是 有人講壞話 我都沒有這樣 你講我這樣 我告訴你 如果你沒有這樣 那你應該高興 我不是他講的那個人 他又不是講我 就算他講我 他是誤會的 其實常常會有這種情形 那你如果觀念上改變 就是你不會執著這種東西 其實不管你就講你什麼 你都不是說完全不在乎 而是 第一個 我不是他講的那個樣子 我如果可以跟他解釋 我就跟他解釋 但是解釋他也不一定聽 但是 可以解釋我講 其實不是的 然後如果不能解釋 那他講 他講 由他講 跟我沒關係 你就不要一直很在乎 他為什麼這樣一直講我 你心裡面就會一直 很難過很掛愛啊 那就會很辛苦 就會很辛苦 那麼這個是 一般我們叫做患德患思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是二名為 很怕人家講你什麼 惡免 第一個是惡道 怕多三惡道嗎 這個是一般人的 當然你不相信有輪迴的人就不怕 你不相信有輪迴的人就不怕 那麼一般人他是怕多惡道的 還有一個就是生活 活不下去啦 生活很困難 就是 所以很多人沒有安全感 都來自於這個 要有很多錢 有人在說到底我們要存多少錢 才會有安全感 以前我記得好像是存三千萬的樣子 現在好像三千萬也不太過啦 不曉得啦 以前我看一個報紙說 到底我們是要存多少錢才會有安全感 那麼這種是怎樣 那麼就是不活味 就是生活上的困苦啦 另外一個就是怕死 怕死是大部分的人都有的啦 那怕死怕鬼怕黑 那麼怕鬼基本上也跟怕死有關係啦 鬼會讓我們痛苦 鬼會讓我們死嘛 黑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命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對於未知的恐懼 那麼這個都有 那死是未知的嘛 死後 重點不是死 重點是不知道死到哪裡去 重點是這樣 不知道死之後會有什麼事情 重點是害怕這個 然後在大眾威德中 我記得有一個 大眾威德就是 在很多人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 你會有那種崇重的心 就是會害怕 那麼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公案是 有一個將軍然後去參觀一個寺廟 那個寺廟很多人幾百個人 那麼這個 因為以前的幾百個人他都包括吃飯都沒有聲音的 那麼唱宋 那麼有一個有一個糾察 那麼你在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唱宋的時候 眼睛是不可以亂看的 眼睛不可以亂看的 然後不可以隨便動的 然後很莊嚴就這樣唱的 然後他看到那個幾百個人在那邊唱宋 那個聲音就是很莊嚴很和諧 然後他就跟在後面這樣看 那個糾察看到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出家人 眼睛 因為他有一個將軍在參觀 他眼睛就在飄 然後那個糾察看到了 就大聲賀子 在大眾中看到 把眼睛收起來 但是剛好那個將軍戴一副眼鏡 他聽到說趕快去把眼睛拿下來 他害怕大眾威得威 我記得以前我們去服演上課的時候 那麼大家要練習上台講課 大家都要練習上台講課 就是講五分鐘 那你不管要講什麼題目 沒關係 就是要練習演講 出家人就是要紅髮立身的 那你要習慣在大眾中講 那我記得其實 其實我還沒出家之前 我就蠻會講的啦 那我也不怕講你知道嗎 那我坐在底下 因為他是有抽籤嘛 誰先講 第二講第三講 那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講那個五分鐘對我來講 是小菜一碟你知道嗎 我也不會覺得好像有什麼困難 我也不害怕喔 但是比如說我是抽到五號 一號 我就像看戲這樣聽他們講什麼 講什麼 他們一面講我就覺得 這個哪裡講好 這個哪裡講不好 第二個 三號上去講 到四號的時候我開始緊張 奇怪 我怎麼會緊張呢 我開始會緊張喔 然後我就告訴自己 深呼吸深呼吸 不要緊張 這沒有什麼 當底下都是石頭 都是木頭就好了 真的 我跟你講經驗 然後這樣講 不要緊張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這沒有什麼好緊張的啦 你就把它當底下 因為有人 我看過有人這樣講嘛 你就把底下當都是石頭木頭 對著石頭木頭講就好了 一號的時候 二號的時候 三號的時候 我都不會緊張 到四號的時候我開始緊張了 緊張就發現手會抖 坐在那邊我就神呼神呼吸 我在想 這有什麼好緊張的 一直告訴自己沒有什麼好緊張的 到四號講完的時候 走上去 手開始抖 那我又怕人家看到人家穿長衫嘛 你知道嗎 我又弄起來 我怕人家看到我抖 我就奇怪 因為我底下都準備好了 你知道嗎 我就是要表現了嗎 可是 怎麼知道一上去開始抖 抖很容易忘記東西 然後你又怕忘記 又怕講不好 就越抖 然後勉強講完 講完了之後應該不抖了嘛 沒有 坐下來的時候還一直抖 我心裡面就在想 奇怪 我為什麼會抖到這個樣子 我到底在怕什麼 我到底在怕什麼 照理講我不怕講的啊 而且我還蠻愛講的啊 可是我為什麼會怕呢 大眾威得威 在大眾中 你就怕表現不好 怕被人家笑 真的啦 你以為上海講很容易 我現在是不怕的啦 我現在不會抖 我就怕你們抖而已啦 我現在其實我已經不會抖了 就是李寧子叫我上去 我大概也不會抖 我有一次會害怕 是什麼呢 平常像這種 你說幾百人其實我也不怕 你都是教授我也不怕 但是有一次我也有一個害怕的經驗 我在服務院已經講課講很久了嘛 我出去外面講課也講很久了 但是有一次我已經很久沒有抖了啦 我就那一次抖之後我就開始 一直用觀念把它想起這沒有什麼 後來多講其實我就不會了 後來我做教務長我講課就 因為教務長常常都要跟那個學生講嘛 我又常常在上課 我又出去外面上課 所以我對講課已經沒有害怕了 直到有一次我發現我又會抖 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有那個 在五分鐘就好 我們講這個經驗啦 就是有一次我去 就是慈濟那個玉佛都弄得很大嘛 慈濟不是都在中正經驗堂有玉佛嗎 那麼那個時候我就做教務長 那慈濟玉佛的時候都會找 找服員 因為他們有很多法師排班嘛 然後這邊玉佛嘛 很莊嚴嘛 南中都會找服員去 因為那個時候慈濟場常常去服員那邊 然後我是教務長嘛 我就帶學生去 那我們也在那邊排班嘛 然後就是他有很多法師 很多居士啦 就慈佛這樣 那我是帶學生去的 那去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演練嘛 他之前先演練的 演練到一半 演練到一半 突然有一個人來跟我說 說要我代表 代表出家人 上去講話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問題啊 講話對我來講是小事情啊 你知道嗎 我說要講什麼 他說他會給我一個題目 那個題目再上去會跟我說 因為他臨時啦 臨時叫我去 其實臨時叫我去 我也沒問題 因為我這種經驗講 這種臨時上去講的經驗 其實我也蠻多的 我也不害怕 我以為我也不會害怕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上去 因為他是本來在演練嘛 臨時他們好像找不到 你還怎樣不知道 然後就叫我代表 出家中上去講 那我一上去的時候 你知道我就走走走走 那老朋友就已經空白了 我要講什麼 他說大概講一下慾佛怎麼樣 他會問幾個問題啊 因為我還沒拿到問題嘛 我就走上去 那你只要走上去 他們那個慾佛 在那個上面 要上好幾個階梯上面 那上面有攝影機嘛 然後就走上去 走上去的時候 因為 我就坐在那裡 他就叫我說 幾分鐘 等一下十分鐘 五分鐘之後 會叫你講 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 他等一下 他會跟你提醒喔 剩下 比如說十分鐘 我就先去到那裡 然後再跟你講 還有五分鐘 還有三分鐘 你就不要提醒我 你提醒我我會越緊張 還有一分鐘 我那時候腦筋一片空白 然後我就問他 你們這個是 他那個就是 現場 即時 即時 我說我講錯了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想不緊張喔 不想不緊張 越想就越緊張 他又在那邊提醒 師父還有三分鐘 師父還有一分鐘 等到說師父 那時候我腦筋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真的 不知道還有沒有 然後 然後我就勉強講 講到下來 我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講什麼 真的 那個時候我才發現 我又一直抖了 大眾 因為你平常像這種 其實我是不會緊張的 因為我都習慣了嘛 現在你跟我講 這個是現場即時轉播 我說全世界都看得到嗎 不能剪掉的嗎 如果講不好 不能沒有辦法 這個已經播出去就播出去 我一聽就緊張了 你知道嗎 緊張就 開始又發抖 我又發現我又發抖了 我已經很久沒發抖了 那個也是給我很深刻的經驗 而且這個大眾是 你想到全世界都會看得到 又怕自己表現不好 也連結到惡名位 你知道嗎 我又代表服務員 又代表所有的出嫁人 哇 你們有一天要上去看看 你就知道 如果你說他講不好 還可以切掉的嗎 我們就剪 剪那個好的嗎 沒有 講不好不能切掉的 那你 你又沒有事先給我答 又沒有說之前就跟我講 沒關係 你又不要在那邊 師父還有五分鐘 還有三分鐘 還有一分鐘 我越講越緊張 實在是 我就知道 這個大眾威德會 真的是有啊 真的害怕 那這個大眾威德會從哪裡來 從我執來 從我執來 我執我愛來 真的 你好想 這個就是很深刻的我執 時間到了 好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吉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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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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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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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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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